当地时间8月11日,印度英国作家V.S.奈保尔在伦敦家中逝世,享年85岁,其家人在8月11日发出的声明中,证实了这一消息。 而六天后,奈保尔将迎来86岁生日,奈保尔的妻子纳迪拉·奈保尔在声明中说,他被所爱过的人包围,他的一生充满精彩的创造和努力。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到2018年8月11日,米格尔街,最早为他带来生育奈保尔,这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这是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。 1932年8月17日,奈保尔生于中美洲的特利尼达和多巴格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,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,1955年定居英国,并开始文学创作。 其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,重访加勒比,非洲的假面具等,曾获得布克奖、毛模奖、诺贝尔文学奖等多个奖项。 与时黑一雄、拉什迪并称,英国文坛移民三雄,早在1959年,随着短篇小说吉米格尔街的出版,奈保尔获得了最初的声誉,1962年该书获得毛母文学奖,1971年凭自由国度获布克奖,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,纽约时报称赞他以天赋和才华而论。 奈保尔当局在是作家之首,他的小说作品《大河湾和利斯沃斯先生的房子》,列入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《米格尔街》,深深影响了中国作家。 《大河湾》是奈保尔的经典代表作之一,奈保尔作品全其天才作家。 生活中的混蛋奈保尔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为主,而且其作品标志性极强,以至于别的作家难以复制,他的文字简洁而直接,甚至有些冷漠无情,不管对于自己的祖籍印度。 出生地特利尼达还是居住的英国,他都没有文化认同看,而是充满了冷静的批判。 还有媒体报道过,奈保尔的第一段婚姻生活,因为出轨、家暴、妻子世事等八卦,受到公众关注。 有一些媒体甚至如此描写的,除了文学写作,奈保尔就是一个魔鬼,因此有人说他是天才作家,生活中的混蛋。 奈保尔与麦家在杭州对谈,曾在上海度过82岁生日。 2014年,他曾作为上海国际文学周嘉宾来户,参加上海书展及相关活动,那是一次大师的荣耀之旅。 受到中国文青们的前呼后拥,中国作家麦家还与他在杭州进行了对话。 2014年8月,借大河湾中文版首发之际,麦保尔协妻子来到上海,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。 他还在上海书展主论坛、额诗歌之夜等活动上亮下。 在上海停留期间,正逢他的82岁生日,奈保尔在闪光灯下和人们的祝福声中迎来了他的生日。 奈保尔在中国过82岁生日在杭州之杭中,奈保尔表现温和,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不佳。 他的第二任妻子,纳迪娜代为回答了许多提问,几乎每一次奈保尔回答后,纳迪娜都会以我丈夫的意思是, 为钱追加一件说,他甚至直接代言奈保尔辟谣,我的丈夫从没说过女性作家,不能和男性作家相比,这是谣言。 不管生前是非争议如何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奈保尔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,他的文学成就无可置疑, 事与他劣迹斑斑的为人处事,刘宇是人平说吧,奈保尔是中国文青眼中的一枚大师图腾, and你看过奈保尔的小说没,一盏热门阅读文章,本期作者,陆燕霞本期编辑,周南燕本期监制, 周南燕原创新媒体制作人员,陆燕霞,周南燕。